這一桌下來卡路里爆錶 我剛開店的時候我從54公斤 燙到60幾公斤 現在又瘦回去了這樣 現在瘦回去了 對 你怎麼看了就超瘦的啊 而且剛開店的時候超恐怖的 就是吃超多 每天都要試 16000卡的熱量 好厚 他們家的肉真的太厚啦 好滿足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浩妹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美食放大鏡 大家在宵夜的時候喜歡吃什麼呢 像我大概大多數呢 一定是吃鹹酥雞啦 那今天很特別喔 叫我來大家來到這個大愛兒 他呢這次跟師緣鹹酥雞做聯名的配合 但是呢這個活動只到5月12號而已 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今天要來搶先吃搶先看 而且今天呢放大鏡顧名思義 我們要來為難一下老闆幫我做一個特大的版本 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去吃看看就知道啦 走 走 好啦好菜上桌了 竟然那麼多滿滿的餐點呢 但是呢 目前桌面上還沒有我要指 那種特製化的分量大的料理 所以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板娘幫我們拿上來好了 請坐請坐 板娘 所以妳是板娘對吧 對 好年輕喔 所以今天呢 我們特製化的巨無霸料理呢 就是這個這個是 對 這是我們幫你特製的那個 專門給大胃王的 三層雞排包 所以這個平常有嗎 沒有 從你來才有 謝謝板娘的厚愛 對 這邊的床是開放式的 對 所以都看得到他們的製作過程 一直聞到那種很香的味道 對啊 炸物受不了對不對 有點餓 那除了這個之外啊 可以幫你介紹到其他品項嗎 Chili狗是我們最熱賣的 我們最熱狗 它比較重口味 然後有點辣 然後這個是很多人愛點的 然後酪梨狗是最適合女孩子 就比如說你喜歡吃比較清爽的 然後我們就會推薦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也很愛 酪梨真的鬼愛 酪梨超愛 然後這一個款式是我們 只有到五月才有跟十元聯名的 就是蒜味炸製包 所以它分量很大 不然一般來說我們的分量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你們的家經典對不對 對 經典的 我剛剛一直聽到 我剛剛一直聽到 那個師傅那邊 手拍肉 它是手拍肉 它是現周 所以它這個很可惜 它這個應該只有到五月十二號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延長周 可能在看事情況而定 好 如果大家很想吃的話呢 鎖定他們家的粉絲團囉 好不好 然後我剛剛在等待的時候 我有偷喝了一下你們家的奶昔 超好喝的 超好吃的 我剛剛開店之後每天都喝 我以為 今天一杯香草奶昔才對 結果不是 裡面滿滿的花生顆粒 對 我們是做鹹椒糖花生 這是我們最經典的 光是這杯 我就覺得超值得的 對 那今天就是我個人用餐的時間 謝謝滿娘 謝謝 謝謝 好啦 用餐時間到喔 那我們這個呢 正常尺寸的版本呢 就是我們今天工作人員的福利啦 來 工作人員工人接 接力一下 好 然後我的呢 是超級巨大的版本 這個呢已經三倍量了 而且裡面還有滿滿滿滿的鑽頭 真的是剛吃鹹酥雞沒有兩樣 那其他呢還有滿滿的菜色 我覺得想要先從口味比較清淡的吃到口味比較重的 那我先吃這個 據說是本店女孩們的最愛 就是酪梨啦 那裡面呢有酪梨還有滿滿的番茄 上面還有一些 辣椒跟香料 拿起來啊豪邁的咬一口 好 這裡很多耶 好好吃喔 好 現在下一個 原味經典 我們來看一下內容物有哪一些 喔 裡面一個厚厚的 牛排肉 然後呢番茄 然後它的麵包啊 剛在煎台上面煎得這樣子 恰恰的 感覺就好好吃喔 這樣拿也是挺高的唷 稍微壓一點點 壓一下比較好入口 好好吃喔 你看它的手拍牛肉果然是很好吃 而且它是手拍的 吃起來不會到很紮實 它是很有牛肉的一種軟軟濕潤的感覺 那種口感 配上起司醬 濃郁 那時候吃個漢堡再吸個一大口的奶吸 超好喝的 既然是辣味的 這個辣椒醬呢 又加上了美式的辣椒 這個辣度呢 我來看它的辣度會到哪裡 如果辣度 非一到十的話呢 就是大概落在 二或三吧 不會很辣 但它的肉醬 就搭配得很好吃 它裡面的肉醬給的還滿多的唷 它裡面的肉醬給的還滿多的唷 這搭配都是絕了 好吃 接下來呢 重頭戲來囉 它拿起來其實還挺有份量的耶 然後等一下看一下裡面真的是 欸 很有高盛塔耶 這 然後裡面的肉呢 一份 兩份 三 三大塊 加上這個就四大塊了 那麼它既然肉在旁邊 我們就先吃它的肉 超大塊的 我還沒看它這個肉多大塊 你看這個雞排上面有滿滿的蒜頭 而且它的肉超厚的唷 你們不知道有多厚對不對 我咬一口讓你們看 欸厚到不知道如何下口 好厚喔 好好吃 好脆好脆 真的是太豪華太奢侈了這個 太豪華了 它搭的那個醬好好吃喔 好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到了 它的肉排其實很厚 很厚 很厚 這是雞排塔吧 這個 它不拆解真的會沒辦法吃完它 好 把第二層移出來了 第二層的肉也好厚喔 是 我可以吃,吃,吃 不吃? 我可以吃 就不吃 我可以吃 我 你 我 超好吃 漢堡不知不覺就全部 以下吃光光 好嘞 最後一口啦 好的 我們今天吃了一個巨無霸 然後兩個熱鍋寶 再加一個招牌 他們家的東西太好吃了 完全沒有採雷 就是說很可惜的 你們看到播出的時候 可能這個聯名館已經截止了 但是我希望下次 本來還可以吃更多聯名館 好吃用券給大家 然後他們家的奶昔 口味很多 奶昔都很好喝 所以如果喜歡喝奶昔的話 奶昔控 你們一定要喝下他們家的東西 真台實料 好啦 那就今天我們的美食放大鏡 大家會喜歡 我是Sanamay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